想跟大家介绍一本给小朋友看的书 这本书是获得了很多奖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跟小朋友说过 2015年纽约插画协会最佳童书 全美最大连锁店班&noble的选书 2016年英国语文读写学会三至六岁推荐书长 2016英国格林威大奖提名 为什么我要讲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是在我女儿的幼稚园 学校给小朋友看的 我不看就由自可 一看的时候我就拗头 话说是一只熊猫 手上有一盒甜品 然后他就问人吃不吃啊 问其他动物 有些动物就说好啊 我吃啊 但是很神奇 这一只熊猫就立刻掉头走 就没有给那些动物 就是问了好几个动物 我猜他的朋友 但是他也是没有给到 这个蛋糕或甜品 这些动物吃 那最后呢 他是有的 他是给了一只 不知道什么的 猫猫之旅的动物 那原来 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看完之后呢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莫名其妙 这只肥猫猫 原来呢 他就说 那些动物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 麻烦 没有说借借呢 那就不值得去 拥有这些甜品 眨眼看看 对啊 人家请你吃 那你当然应该 说 多谢啦 但是问题在哪呢? 你问人想不想吃 那别人说 哦好啊 我想要这一件 那你都没有给人 你给了人 人家收到 或者会说多谢呢 你都没有给人这个机会 你纯粹就是 因为那些动物呢 说完这一句 没有立刻补一句多谢 接着你就觉得他没有礼貌 然后就走了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到底这只熊猫 你是凭什么 去批判人呢? 就是当你在批判人的时候 那你自己也是一个 怎样的人呢? 还有更加要说的是 为什么我们要测试人呢? 为什么要去试人呢? 让我看看你本来 是怎样的人先 谁去给你这个 这样的权力呢? 到底你以为你自己是上帝啊? 你是神啊? 哦 如果你不这样 应我这句 你就是一个 一个不好的人 或者一个没有礼貌的人 第四样东西 是你当初问人 要不要吃啊? 然后你因为对方 没有在适当的时候 去说 麻烦或者谢谢 是没有给你这个预期的反应 然后你就不给了啊 你是很在意对方 他的反应 他有没有说些什么 然后你才决定 给不给他 那你是违反了 一个 承诺 是的 我觉得是承诺啊 那你问人要不要的嘛 你没有说明给别人 这是一个 看看你有没有礼貌的测试 你问人要不要 人家说好啊要啊 然后你说没有啊 你的反应 你没有说麻烦 所以我不给你了 然后第五点 他最后很懒洋洋 是抛下一句 我其实 给你一盒都可以啊 我都不喜欢吃的 做什么啊 那你很厉害啊 我试到你了 我试到这么多只动物 银鱼 我试到你们了 你们其实都不是一个很礼貌的人 我最有礼貌 这个是 这个是 是不是这本书写的人 或者创作这个故事的人 最后想说的一件事呢 你是可以 去批判人 去测试人 我相信 这一只熊猫呢 如果他真的在现实里面 他都不会有什么朋友 你肯定是 以自己来做一个标准 你是拿着一些道具 那些道具就是 一些豆腐 就是你测试人的道具 哪可以这样的呢 而第六点更加神奇的 就是一本这样的故事书 居然是可以拿到一个又一个的奖 到底这些颁奖给作者的人 这个插画师的人 是什么人呢 好在哪呢 你学教到小朋友什么呢 就是不要当这些 给小朋友看的毒物呢 是会教到他们什么 很可能是反面教材 那是需要 父母 是过滤 是过滤很多次 我想 未必有其他人 好像我这样看完之后 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但我心想 做什么事 我不会这样 我不会叫女儿 这样去 你要找些东西去试一下 就是不会的 那为什么 会有一本这样的书 然后可以 真的可以 立乱地给他们看的呢 我绝对不会希望 小朋友是学会这件事 即不是学会 我不想小朋友变成这样 所以 我想家长们 包括我自己在来 要很冷静去 看一下到底 今时今日 小朋友看到的书 到底是怎么样的书 书本里面 会有很多 有趣的角色 一些动物 但不代表他们 背后灌输的是 正确的 价值观 尤其是 近这 二十年的故事书 很多是很有问题的 不知道这本故事书 你有没有看过 如果有 那你有觉得 这本故事书的 讯息 有没有问题呢 在这本故事书 这本故事书 是